古人云,四方时势,不过人间一碗烟火,看一个人有没有福气,只看他吃晚饭便能立刻知晓,究竟何解? 听我讲一则故事,您就明白了,曾国藩挑饭吃的远房大侄子,说当年曾国藩后期在与太平军交战的时候,屡战屡胜,战功赫赫,一时之间风头无两,俨然成了大清权贵们苟延残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 俗话说,人怕出明珠怕壮,曾国藩发达了,日子好过了,自然就会引来一些平时压根就没走动过的亲戚或者朋友的投奔,而一个叫做张启玲的远房大侄子,便就是众多投奔者中来的最及时,也是最会演的一位。 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,头发胡子乱七八糟,看上去居然比曾国藩还显老。 其实这张启玲家里条件并没有那么差,之所以装扮成这样,为的就两字,卖惨。 因为只有这样,曾国藩兴许才会心软,而只有心软了,最终才有可能收留他。 事实证明,张启玲猜测的一点没错,曾国藩一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,这心呢,就软了一半,再加上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老家就剩一个八十岁的老奶奶了,自己是特意千里迢迢赶过来的后,便就彻底地被这个远房的大侄子给征服了。 既然已经投靠自己了,接风洗尘,那是自然不可或缺的,尽管这是在前线,但好的还是有个吃食的。 于是出于礼节,曾国藩便在自己的营帐中,以军中的粗茶淡饭设宴款待了这个远房的大侄子。 然而,令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,这张启玲在吃饭的时候,居然把行军打仗,常吃的那种糟糠全部给挑出来,放在了一边,而专门吃那些好的米饭。 曾国藩当时变火了,立刻给了他一定银子,打发他回了老家。 或许张启玲到死都不会明白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。 曾国藩远房亲戚把行军打仗,常吃的那种糟糠全部给挑出来,放在了一边。 而专门吃那些好的米饭,这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件小事,但实际上却是一件一步步把自己罔绝路上逼的大事。 比如,现在大多数小孩不都是这样吗? 把好吃的吃掉,不好吃的碰都不碰,最后只能由家长来收拾他们挑剩下的所谓糟粕。 这就叫做自私自利,这种人,旁人见了只会敬而远之。 您说是不是? 佛法在世间,不离世坚决,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也都折射了您的修行境界高低和福报大小。 第一点,有没有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,这里的饭局种类很多,有些是家人自己聚会,但更多都是同事,朋友甚至客户们一起的,所以很多师兄自己家里不太好的小习惯,往往就带到了公众场合上。 比如说,吃饭只顾自己,不顾别人,这是最令人讨厌的恶习之一,有些人吃毒食惯了的,哪怕人多的地方也改不了,有些人喜欢吃什么就把这盘菜端在自己面前,更有甚者直接倒在自己碗里。 像是之前有个新闻,说是村子里面吃席的时候,有个大妈就把最贵的菜直接打包带走,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掏了份子钱的,为什么不能拿?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,您拿了份子钱,但别人也不例外,而且好菜贵的菜一般大家也都喜欢,您就这样吃不了兜着走,有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呢? 再比如说,喜欢抖腿,翘腿,翻菜,挑菜,这几个也是很常见的习惯,有些师兄在家里习惯了放松,吃饭喜欢抖腿呀,二郎腿,翘老高啊,挑菜呀,翻菜呀,等等。 这些在自己家里也就算了,毕竟都是家人,彼此之间都熟悉和了解,但在外面尤其是出见面的场合就不太好了。 比如说抖腿,我从小就被奶奶每天教育过,男抖穷女抖剑,因此到现在都从没有这个习惯,像是翘腿,其实如果对面也有人的话,就显得非常傲慢。 还有挑菜翻菜,找自己喜欢的,把不喜欢的翻来翻去,这更是陋习了,用老人们的话说就是把那点福气都翻没了。 第二点,调侃自己还是别人,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很大的一点区别就是,我们的饭局往往还有一个社交功能,很多单子都是在饭桌上促成的,而外国人往往吃饭就是吃饭。 所以,我们很多饭局中,吃饭只是个形式而已,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大家彼此的交流是很重要的。 不知道大家那里的酒桌文化如何,像是我们老家,过年时候亲友的聚会,一顿饭往往都从中午能吃到下午四五点去,尤其是男人们的席面,都是喝酒和闲谈为主,吃饭只是附带的。 而在这个说话之中,就很看得出一个人的修养和福报大小了,像是有一些人总喜欢调侃别人,甚至拿别人不开心的事来开涮,好让其余人都开心一下。 但是您开心了,被调侃的人的感觉,您考虑过了吗? 如果说这个是说相声的互相杂怪也就罢了,比如于谦的父亲蒙古国海军司令张老爷子之类,大家都知道那完全都是假的,哈哈一笑也就算了。 而且就算是说相声的场合,有时候说得过火了都会翻脸,更不要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了,您觉得没啥, 但被说的人可未必这么想,所以很多人自以为很幽默,很风趣,一说话大家都哈哈大笑,但千万要注意尺度和对象,一句话得罪人一辈子的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。 第三点,是否只是关注有钱人,而冷落了别人,我们有四句古文是专门用来评论贫富的,而且还特指酒席之上,穷在闹市无人问。 富在深山有远亲,不信且看悲中酒,悲悲先进有钱人。 这个有时候就是世俗中的人情世故,大部分时候饭局中也都是如此,那些有钱的,有地位的,身边一直都有人围绕着敬酒,还不停地恭维和吹捧。 我们自己也是局中人,有时候也很难改变别人,但是可以从我们自己身边做起,参加饭局的时候,不要只是关注那些有钱有权之人,更不要去吹捧和奉承。 这说穿了,还是有所求之心在作怪,其实大家要牢记一点,有能力的人,我们去学习,去交流,去请教,这都是积极向上的心态,但不要过分谄媚,这样只会让人瞧不起。 而且,有钱有权人身边八戒的人太多了,他们也不在乎多年一个,真正良好的关系都是互助和双赢的。 像是我家里有一位舅舅官做得蛮大的,所以每次吃饭都是以他为核心,很多人都听他说话,围绕着说长论短的。 我不太喜欢这种氛围,就算是参加聚会也都多陪老人说话,但反而那位舅舅很看得起我。 有时候还专门要和我聊天,所以我们不要看清每一个人,但也不要过分看重某一个人,尽量平等地看待所有人,谈得来得多谈谈,话不投机地少说几句,而不是只看衣服不看人,这就比较累且没意思了。 尤其是您自己组织饭局做主人的时候,更要尽量照顾好酒桌上每个人的情绪,不要只是围绕着那几个主角。 这样就容易冷场,有些人也会和您越走越远了。 而这样的人,境界和福报自然也是相当有限。 第四点,对待服务员是否和善。 这最后一点,就是我们对待饭局中的服务员的态度如何,这也很见一个人的人品。 咱们经常看到有些人穿着仙凉,衣冠笔挺,看上去混得蛮好的,也很会说话,但是对于服务员却当下人看待一样,轻则呼来喝去,稍有不满,还各种谩骂甚至投诉。 没错,您来消费就是顾客,就是上帝,但千万不要真的以上帝自居。 其实这个社会上,我们所有人都在相互服务,您来吃饭的时候是上帝,您面对自己客户的时候,人家就是上帝了。 谁都不希望被自己的客户横挑鼻子竖挑眼,鸡蛋里面挑骨头,但是一酌一饮,自有天定,您在抱怨自己顾客难搞的时候,有没有想到自己在做顾客的时候是怎么对待别人的呢? 如果您在饭局中拿服务员们当作吓人看待的话,那您的客户把您当下人看就不要抱怨和不满,这因果向来都是公平的,所有的工作都是平等的,我们要尊重和感激每一个为我们服务的人,这样在外人看来会体现您的修养和礼貌,更重要的是还能为自己积攒福报。 希望大家都能明白,您每一个微笑和欢喜去对待的人,不管高低贵贱,这都是在为自己心中种下一份福田,相反,您每一次愤怒和抱怨甚至投诉,这都是在为自己种下一份恶因。 大家不信的话不妨看看周围,那些对下粗暴的,往往都是对上谄媚,最后里外不是人,自己活得很累不说,也交不了几个真正的朋友,顺的时候可能还行,一旦不顺绝对是强倒众人推。 以上就是我们饭局中的四个细节,其实都是我们境界和福报的体现,希望各位师兄都能注意一下,在参加酒局的时候哪怕装也要装一下,这装得久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了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